我讲讲对俄罗斯的制裁 最近有消息说到 仪家公司的仪家 大家都熟悉了 虽然表面上是正式告别俄罗斯的消费者 但其实现在是不急于 彻底切断 与俄罗斯所有的关系 这家瑞典公司将它的商标 在俄罗斯使用的权 就延长了 去到2033年 现在公司实际上在2022年的3月 宣布退出了 俄罗斯的市场 现在 跟大多数的公司都是一样 它离开俄罗斯 并不是迅从它的内部 商业的决定 做生意的原则是决定要离开的 是受制于政治的情绪 或者简单说 是执行西方国家政治高层 直接下达的命令 其实这些西方商界根本就不喜欢 玩这些当权者的制裁游戏 一点都不喜欢 而且是 相当辛苦的玩 但是当今的问题就是 这些西方的当权者 他们不是做生意的实用主义者 而某一个角度说 他们可能是政治上的 狂热分子 西方企业 删除了他们在俄罗斯境内的 运营 的营运 只会造成这些公司的信誉 和当然是经济上 很大的损失 但是现在 欧洲左翼的所谓自由派的政客 要求西方公司 这些西方企业要作出牺牲 但是这些 牺牲几乎是将这些西方企业 置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很多可能都顶不住 除了在俄罗斯做生意之外 也直接就算是 在欧洲生产商也面临很大的 危机 欧盟 最近打算 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禁止去的欧盟的成员国 很多国家 就从俄罗斯 进口 旅裁 即是那些制裁越来越多 极限制裁 目前 欧洲大约有9%的旅裁 是在俄罗斯买的 因此如果完全不在俄罗斯进口 就对欧洲的工业来说 也一次 背后的一种 压力和插刀 有几个欧洲大国的工业 金属的消费团体 对此立刻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 新的限制措施肯定会 导致欧洲的金属市场价格上升 这个措施是等于 经济的核弹 除了能源的价格上升 金属的价格也上升 所以他们的成本 压力很大 不过也有评论说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欧洲恐怕 都没有再 有谁会为这些新的制裁措施 感到 难过 很快就不会有了 因为 大部分的大型企业 都会破产 破产之后 破产 一旦就搬去美国 所以在欧洲本国 就不会再有谁会抱怨这些制裁 举一个实例 德国 一家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之一 叫做蒂森克鲁 这家公司 有200年历史 有9万6千多 差不多10万的员工 这家 蒂森克鲁 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五年 跌了 62% 六成多 原因就是 欧洲是 不可以再买 俄罗斯的 天然气 导致能源价格的成本大幅上升 欧洲国家为什么这么做呢 亦都是因为美国的职业 直接的受益之下 欧洲国家是拒绝 买 俄罗斯管道的天然气 受苦是谁呢 当然就是要用这些 天然气的 企业 今天我们看到 比如说 帝森克鲁白的主要竞争对手 他当然是很不够 但是帝森克鲁白这家德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是谁呢 就是美国钢铁 不妨看回他的股价 美国钢铁是稳步上升的 另一家德国企业 北保时捷 最近宣布放弃 在德国建立太阳林电池厂 这个计划 决定 将他搬到美国 为什么 原来美国 承诺 北保时捷 如果建厂 给他的补贴 将是德国政府 报价给他的补贴的 两倍多 美国 宝马又怎样呢 宝马正在 在美国的 南卡来来纳州 建计 汽车组装厂 很明显 不再离开德国 美国正正在 一方面 制裁俄罗斯 同一时间也在德国人的面前 德国人的眼底下 摧毁德国的公言 一个快速讲第二个话题 以色列 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湖 终于公布了以色列 在战后结束了敌对活动之后 对加沙地大的计划 官方文件出了 内塔尼亚湖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 跟美国目标 背道而驰的正式方案 提交了给战时内阁 22日晚 当地时间 内塔尼亚湖的办公室 公布了这份 文件 只是一页 文件里面是没有提到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将会扮演什么角色 拜登政府其实是希望 这个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在控制着 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个机构 而且这个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在拜登看来 亦是与哈马斯不同的 甚至与哈马斯是竞争的机构 希望这个与哈马斯竞争的机构 去接管 加沙的控制权 是巴勒斯坦的组织 但是这份文件 是拒绝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组织 的 角色的 题也没有提到 文件也是拒绝承认 国际社会包括美国 单方面采取措施 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做法 虽然国际社会差不多全世界 都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 巴勒冲突的一个最主要的 方案 或者是唯一的方案 但是 这份文件是拒绝承认这件事的 根据这份文件 以色列还计划 在加沙 建立一个面积相当大的 安全 援冲区 分了出来就不是 纯粹的加沙 建立一个很大的援冲区 美国曾经表示反对这种做法 美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际战略沟通协调员 若寒柯比在23号就表示 他说我们是不认为 加沙的面积 会缩少 因为在加沙里面再插一块安全区出来 实际上加沙的面积 就是少了 安全区的 管理的办法就不同 跟正常的地区 这份文件 公布出来一页不够 措辞就很陷糊 很多专家看起来就是实际上 是在讨好 以色列 国内的右翼政治基本盘 内塔米尼亚湖要困住右翼的人 在战时内阁占一个重要的 比例 再加上右翼的人 先在国会 这个执政的政府是过半数的 所以他就要 每次内塔米尼亚湖都要看着 以色列右翼 基本盘 这些政治集团的看法 这是对内塔米尼亚湖 此前 对这个问题怎样管理加沙的问题 发表观点是首次官方的声明 这份文件 虽然一页不够 这份文件将加沙的未来 劃分为 近期 中期 长期 三个阶段 但是这份文件表明以色列 将会继续对这一块飞地 飞地就是说他的主权不是他的 在这一块飞地里面 长期的封锁 并打算是继续参与 加沙的日常管理 他也也也管 包括管理什么呢 当地的治安 安全 他也要管理 学校教育和宗教的活动 都要由以色列去管理 以色列 当然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 和欧盟 一直在推动一项 跟现在出来的 对加沙战后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方案 他们也是 欧盟和美国都希望向两国方案 这个方向走 以色列出来的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上 本来 美国和欧盟的想法 就是用相对比较细续化的 所谓刚才说过的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 和哈马斯不同的 就是用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力机构去接本加沙 为建立将来巴勒斯坦国 这个谈判 是奠定基础的 但是似乎现在以色列是不同意 我们看看以色列 从一开始 发动这个 对加沙的战争的时候 说的东西和做的东西 一直都是 有变动是不同的 而且是向右面那边 极端的方向走的 最初就是说 只是打 北面 引起了死伤 他们说 我们叫他们去南面 南面不会死伤 他们自己不去 当那些人很多男人去了南面 但是以色列军是越打越南 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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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现在 拉法去到 最南边折让埃及的地方 最初就说只是打军事设施 后来 就说不注意 不中一些医院 救伤车 很大件事 打打打打 就是 集围常规 打救伤车 打医院 他就说 因为 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随着救伤车 随着在医院里面 所以照打 又打 接着 这些界线 都没有了 后来就连医院 都无限制地打 打了之后 跟着 最初也是解释的 因为有恐怖分子 随着在里面 有地道 后来解释也不解释 根本是没有什么界限 越打越去 那究竟 以色列在战后的安排 会不会是 好像 国际社会期望一样 是希望建立两个方案 这些我们也要 拭目以待 看起来 也未必 那么容易 顺滩达到 大家好 巴士的步 除了在YouTube 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 网上订阅怎样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 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 订阅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十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陆语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陆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